小伙伴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发芽的每日任务 那么目前发芽是800多杯 今天使用的卡组主要是涨了狂暴 感觉狂暴真的是非常好用啊 特别是在面对这样一套卡组 真的是特别好用 今天再来试一下 涨了这套卡组也是刚才发现的 刚刚才发现的可能用的不是特别好 先来示范一下吧 开始就遇到一个对方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哇 开始对方遇到一个60的玩家 出门就是一个飞桶 一副想要做点什么的样子 诶 这个狂暴是我的吗 我似乎 不是我的 是他放的 他大方在我这放个狂暴 狂暴 狂暴好奇怪哦 我感觉是开始就遇到一个送的 啊 谢谢 啊 并且还得到一个黄斑宝箱 好棒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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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觉是开了一个好头 啊 感觉特别好 然后这个 再看一下这个第二局 这样也是遇到一个五级的玩家 首先这个为了保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打算用这个 建筑在中间放一下 这也是一个防御用 然后同时用火箱手 也成功打掉了这个骑士 在巨人后面还是随时要保持放一些远程输出的小兵 目前手上也是有这个 啊 火猫手 火猫手和这个 火猫手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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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箱所在 啊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看使用狂暴还来得及吗 哎 不要忘了拿下对方伊塔 拿下还是要走一个这个房子的路线 再放一个房子 有房子的放房子 这边哈 这套卡的主要是累积下小兵 就把小兵累积起来之后就可以架个狂暴 然后就可以轻松拿下对方的防御塔了 先耐心等待一下 好 面对对方有一个这个炸弹 炸弹冰灯那时不适合放那个骑士扫兵 非常容易被打掉 特别是刚才也是放的朝齐了一点 在他们打我的防御塔的时候 再放那个投猫手是特别明智的一件事情 就如果他们在这个还没有打到的时候 就放的话非常容易被对方的一个 啊 炸弹冰给清掉 啊 一个一个这个火球一个剑鱼 还好没有清掉我的 看下机会放 然后给我的机会 然后让我放了一下狂暴 同时也是 啊 拿掉对方的防御塔 然后两个巨人 第二个巨人在前面也可以吸引一下火力 然后同时后面放一个远程输出兵 诶 也是因为把他这个骑士给新走掉了 然后再加个狂暴 诶 这边能够轻松拿下三杯 诶 狂暴 感谢声给花样小星星 诶 狂暴 你购得了三杯 诶 狂暴 陈带有沙示 广伂 最好准备 Vikal cr メ 估 landlord 神 selbst 而且真的是要看臉啊 出門就是一個大 把同胞手過去 剛好也是把我的同胞手炸燈只剩下一個 這樣可惜 把人家一個火槍獸能不能把這些小兵清掉 不過還好啊這個什麼打完下 加上就放了防禦糖嘛 我放錯了 我剛才想要放那個 我剛才想要放火龍海這個可以清一下子 然後結果把劍羽放出去了 劍羽是並不能這個吃掉一些想攻擊手的那些小兵的 導致我的防禦糖丟了 要哭了 劍羽在面對一些這個低等級的亡靈啊之類的 是非常好清的 但是像一些 火龍海 但是像這個 剛才這樣子 也逼不清不掉 然後其實在用女巫面對這個 在用女巫的情況下 來放這個空洞增灘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件事情 用劍羽來稍微的清一下子 這個傾向還沒有刷出來 然後放出來的話也是給大家做一個這個錯誤示範嗎 我才不會說我自己剛才亂的呢 說的我自己都信了 15秒 哦 我這個時候如果有個火球的話就好了 可以一個就給大家打關心了 然而並沒有 現在也是非常輕鬆的被對方拿一下三杯 这也算是一个错误示范 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局 现在遇到一个四级的玩家 真的是好少遇到一个同等级的玩家 莫名的有点少兴奋什么的 来早上放一个巨人 同时有建筑还是放下建筑 对方可以帮我清一下小兵 然后加上个混乡手 对方也是放出了一些鸡飞的小兵啊 但像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放下狂暴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但是也算晚了一点 哎不要放真的是同帮手 同帮手总是在关键的时候能起大作用 感谢我同帮手 我实在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卡牌 还是用巨人拳去抵抗了他伤害 同时我的这个同帮手也是在后面可以进行一个输出 然后这个非常帅气的一发 我枪手直接把对方的一个 给这个混乡手给打掉了 哎呦这么多的小兵的时候真的是 没有一个这个 能不能一刀切 再一刀 哎非常棒 还是把对方的这个广场打成一般的血量 还不错 那像这样的一个小兵 骷髅兵真的是一下流水清淡了 我先稍微等一下升水 我先稍微等一下升水 我看这个能够打他最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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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方放出了一个 啊放出了一个这个牛 牛屋 牛屋面对这个小兵是非常好心的 啊 啊 这边不能拿下身背太可惜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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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拿下身背太可惜了 啊 很好還 也是拿下了對方一貫 又是一個六系的玩家比我高兩級 又是因為這個背數老是遇到一些六系的玩家 真的是非常不爽 我看能不能這個一波推過去 看來也不行了 欸欸欸欸 劍雨也現在白放了 沒有這個浴光好 不過還好我的這個火傷獸 還是把對方的這個防禦塔打掉一般的血量 變得騎士真的是小飛卡太厲害了 儘管對方是一個氣勒的騎士 但是我還是能夠心中打掉 啊也是要騎士放出一些這個 啊 這個野蠻人啊 還是用一下這個吸引一下火力 有時候淘寶手真的是可以這個 啊 起到一些比較關鍵式的作用 反正只剩下兩個殘血了 啊我的宜宙防禦塔沒有了 我還要在滲水的時候能不能發下力 啊 看这波小兵过去 能不能直接 非常轻松地打到对方的环塔 然后再加上一个呢 两个火箱手 再加上一个狂暴 我看能不能直接拿掉 哎 非常棒 哎 是不是特别棒 拿到了三杯 所以在这个使用狂暴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非常容易就能够拿到三杯 其实还是要 最关键的是就是把一些 小小的哥布林 或者是其他的小兵 给这个集中在一起 然后使用那个巨人 扛下卡的伤害 只要集中在一起的话 非常容易拿到对方的 这个防御塔的 那么首先看一下 这个黄昏宝箱 金 宝石 哎 胳膊 哎 最后一张是什么 好吧 火球 还好还是可以升下级了 那么今天发芽的每日任务 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我的小伙伴 可以加入我的 狗狗群258-0.56 跟发芽期望优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